Hello大家好,我是雲霸 疫情期間啊 我相信大家都在找一支 可以支援血氧偵測的運動錶 那今天我們開箱的這支 小米手錶運動版 它不只內建血氧偵測 那同時支援的100多種運動模式 那更重要的是 它這一次把它的表面擴大到1.39吋 而且便圓也更漂亮 而且它充一次電 就可以足足用到16天的電池續航力 非常猛 那到底值不值得購買呢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Let's go 好,讓我們先來開箱哦 這一次的彩合 採用粉黃色的包裝 它設計得很漂亮 那旁邊有小米手錶運動版的一些 重點規格 那以及很大的Mi Watch的文字 那小米手錶運動版 它最重要就是可以相容 Android 5.0以及iOS10以上的手機 基本上你的手機 只要不要太舊都可以使用 那它的內容物很簡單 紙本說明書以及磁吸充電器 沒啦 不過這邊要特別說一下 雖然磁吸充電很方便 不過它始終是特規的 你出門在外 你始終得把這條線帶出去 那我希望有一天 小米手錶或小米手環 都可以把它改成USB-C 那任何線都可以拿出來充電 好我們先來看外觀 小米手錶的造型 跟我現在戴的這條Garmin的黑武士 那有點像 兩隻都是全觸控的表面 小米的1.39吋的表面還更大 那錶帶都是22mm的快拆錶帶 戴起來都很舒適 厚度也差不多 那在右邊有兩顆實體按鍵 按右上可以呼叫APP的九宮格 那左下可以快速進入運動模式 那主要的操作都是在手錶上面 進行上下左右的滑動 那比起小米手環 只有上下操作 那會更靈活一點 那從上往下拉 可以看到訊息通知 那從下往上拉 可以看到快捷功能 那點一下可以進入確認這個功能 那由左往右就是返回 由右往左可以看到各種指標 那左右滑動可以看到今天的各項指標 好接下來我們來進入重點 血氧偵測 相信這個時候大家買錶 都是為了血氧偵測而買的 我們直接測一次給大家看 好接下來我們來進入它的重點功能 我們來測一下血氧 點一下這個APP 右上角 看一下這個功能 九宮格 然後點一下最中間的血氧偵測 按測量 這時候它要求你把錶戴上 然後而且手錶往上 在測量的時候 你的手錶不能亂動 如果你這時候手還晃來晃去的話 它就會叫你重測 那在測量的時候啊 一般人都是100到95之間 像我有時候會測到92 在100到92之間都會是正常的數字 當你如果測到92以下 像我爸有時候測到80幾 他就應該要馬上去看醫生 準不準我不敢講 可是如果你每天用同一套設備 去測量你的心血氧 那我會覺得這個數字 都會是有參考價值 起碼你知道你身體是變好還變差 那當如果每次測量的數字都很浮動 那你就要檢查你的錶有沒有戴緊 那所謂戴緊啊 我會建議你說 在戴的時候 把錶這樣子拿起來移動一下 如果肉會跟著動 就代表你有戴緊 如果肉不會跟著動 那就代表你沒有戴緊 那這時候你的表面 跟你的手錶的感測器 會有點浮的話 那你的數字就會浮動 那你就每一次測出來的數據 都會不一樣 雖然小米手錶 它沒有連續血氧偵測的功能 可是我覺得 這次應該可以透過軟體更新達成 那希望小米手錶 可以開放軟體更新 另外我覺得小米手錶 最重要的其實是運動 小米的運動模式 其實認真講 它比很多手機廠的手錶 還要來的好很多 像是戶外跑步 你除了可以用內建的GPS畫路徑 那心率加時間 可以幫你計算卡路里的消耗 當你戴上耳機 它也會每公里 用語音報告目前的進度 很多其他品牌 運動手錶都沒有語音通知 那還有GPS 小米手環 其實它沒有GPS 可是它是會透過手機的GPS 幫你計算路徑跟配數 小米手錶運動版 它有內建GPS的話 你就可以不戴手錶 然後直接出門跑步 那另外小米手錶運動版 它還內建了很多感應器 比如說心率偵測感應器 加速感應器 陀螺儀 地磁感應器 氣壓感應器 或者是環境光感感應器 那像是運動爬山 或者是爬樓梯 越野跑 單車 它都會幫你記錄海拔上升高度 那如果你在高山上再搭配血氧偵測 就可以提早知道 你是否有高山症或缺氧問題 真的 這個都可以在比較嚴苛的環境下 救你一命 那另外像是跳繩 目前也只有小米手錶跟Apple Watch 可以幫我計算跳繩次數 那它不只是計算時間還有卡路里 還可以事先設定運動目標 像是消耗500大卡 或者是我要跳1500次 或者是設定分組訓練 像我最近在疫情期間 都是在家跳繩 跳40秒 休息10秒 然後跳30組 那這樣運動30分鐘下來 爆汗效果非常好 那其他運動 還包含鐵人三項 Tabata的高強度間歇 或者是健身器材 我覺得小米在運動這塊 其實做得越來越好 那在比較常見的項目 比如說像跳繩、跑步、單車 這些我覺得都還蠻可靠 我不敢說它有多準 畢竟我沒有很認真的 跟專業器材對比過 不過我同時間 跟Apple Watch或Gami 對比你的數值是差異不大 那最後我放上小米運動手錶的 一些規格資訊 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 手環跟手錶 好 如果你只是看時間 那我覺得看表面的造型 來選擇就好 如果你喜歡大手錶 然後喜歡圓的表面 那選小米手錶運動版就對了 如果你喜歡戶外運動 喜歡泛舟、游泳 或者是各種水上運動 選有內建無ATM 或者是有GPS的小米手錶運動版就對了 可是如果你是比較希望 全面的監控身體數據 那坦白講我還是比較建議你買 小米手錶6 因為小米手錶6比較薄 比較小 那比較能夠整天戴 甚至你戴著睡覺也不會痛 坦白講 不離身樓才能夠完整 偵測你的身體數據 如果現在這個當下 如果你要找的只是血氧偵測 小米手錶運動版 它有血氧偵測 但是它沒有連續血氧 所以在這部分 如果你是要連續血氧偵測的話 坦白講我還是建議你去找 Apple Watch 或者是華為Band 6 或者是Gumming這些資源連續血氧偵測 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小米手錶運動版 它顧名思義 它就是針對運動這個項目 它會比較做全面的偵測 戴起來舒適 功能也非常完整 如果要我來看的話 它差不多就等同於 沒有持續血氧偵測的Apple Watch 或者是Gumming的手錶 OK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那雖然疫情期間 你大概只能做做室內運動 但是有動中品沒動好 老話一句 自己的身體自己顧 最後祝大家順利度過疫情這段時間 我是雲霸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